陈福惊慌一瞥 见夫人周宇着一身紫色男装 竖着长发 模样犹如当年缘不快在杭州城的扮相 纵使此刻心中有无数疑问 陈福也知不能与周宇相认 要知晓陆意 谢霄正在小蝶闺房中查探 史官重大 她暗自决定 等大人救出夫人 我再去向小宇解释吧 周宇是悄悄跟随谢霄来塞外的 粗心大意的谢媛媛并未发现 从京城到满城镇 周宇宛若小尾巴一般 紧紧尾随着她 周大小姐见谢霄进了府衙 自己却没敢露面 只因她怕被夫君责骂 又担心自己的出现 会让陆意对陈福生出些别的看法 因而才迟迟没敢露面 而谢霄的妙计 周宇更是无从知晓 她性格一向直来绝往 亲眼见夫君唯一烟花女子熟身 这让她情何以堪 狂怒的周宇跑上前 层服连连后退 硬着偷皮说道 哪来的疯子 还不快滚 你叫我什么 周宇气得险些吐血 一把扯住层服胸前一惊 漆黑如墨的眼睛里 恍如能喷出火来 你再说一遍 突如其来的变故 老宝和小蝶都满脸不解 尤其是小蝶 她识人无数 眼前男子一脸正气 怎么看都不像是要来为她熟身的 而老宝却是一眼识破周宇的女儿神 这种事情 身在风尘中了她 早就见过多次了 冷嘲热讽道 守不住自讲男人的心 整日变成太影子 又有何用 早晚被削了下场 哈哈 惊吓眼睛红了 围观百姓越来越多 层服推开周宇 抓起小蝶手腕 假装要带她离开 毫不知情的周宇上来撕扯 她性格像癌泼辣 又是圣怒中 外加会些功夫 一对二的局势 却愣是丝毫未借下风 百姓群里 有好心人上前劝解 却没无处撒起的周宇一脚踢倒 如此一来 老宝慌忙喊出蝴蝶屋雇佣的护卫 让他们护好小蝶姑娘 层服抓着小蝶手腕 就是不松手 周宇一拳打在小蝶胸口 瘦弱的花蝶身子斜飞出去 护卫何曾扶争先上去英雄救卖 蝴蝶屋的姑娘们 见横胜之劫 吓得哇哇大叫 五字头四处逃窜 蝴蝶屋的门前 片刻间变得如明君大将莫子劳 千军万马 必白袍 一般 怎一个乱自了得 大人眼神好落寞 谁还有心思看情郎为花蝶属身戏骂 纷纷逃命要紧 与此同时 蝴蝶屋二楼 小蝶姑娘的闺房中 路易 谢霄细细查看可疑之处 房间里的一切 路易都眯眼细细检查 窗外传来了叫喊声 吵闹声 路易恍若没听见一般 黑如墨玉的毛子闪烁着睿智 谢霄 这块地板有问题 我来 关键时刻 圆圆从怀中掏出匕首 轻而易举翘翘起地板砖 古拉一个主意容纳一人身子穿过的地窖口 呈现在她们眼前 谢霄 倘若小蝶进来 打晕她 路易与其阴森 恨恨地说道 这个女人 绝对不是一般花魁 我知道了 姓路的 谢霄尊重点头 万事小心 倘若不是惊吓 快些上来 路易点头后 纵神跃入地窖中 地窖横身 黑暗中 大蓝用匕首插住墙壁作为缓冲 轻飘飘落地 大蓝双足刚早地 一道虚弱的声音响起 谁 同时 一枚飞镖直冲路易胸口而来 昏暗中 路易听声变味 闪电般一侧身 那飞镖紧贴大蓝胸前已经划过 只听吃 的一声脆响 飞镖打入墙壁中 脸下心神 路易隐于见到不远处有两个人 皆坐在地上 背靠墙壁 他脏嘴欲呼喊惊吓二字 可化到舌尖 又硬身酸一爱回去 突然 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惊吓 你快醒醒 阿赵 路易听出老熟人的声音 急忙跑过来凑近一看 昏暗的光线 并非伸手不见五指 阿赵毫无血色的脸 映如大人眼底 他敦顺看向夫人 见他一身夜行衣 神色憔悴 其心很是虚弱 尤其是惊吓唇角的血迹 更是惊得路易肝胆剧烈一般难受 惊吓 你受伤了 惊吓抬起眼黏 舔了舔嘴唇 声音嘶哑 大人 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 我没有受伤 只因长时间水米未尽 浑身无力 那你唇角为何会有血迹 若欲急得险心流下眼泪 伸出双臂横抱起夫人 莫要骗我了 现离开此处再说 血迹 靠在夫君尖头的惊吓疏的想起阿赵 莫不是自己昏迷之际 阿赵为他几口血 那小瓷碗中的血 致使风铃傲 陆毅抱着夫人 在欲往地窖口走去 瞥了眼靠在墙角的阿赵 惊吓突然开口 大人 可否将阿赵一起救走 救他 陆毅与其大便 与似他想救阿赵 于公大人恨不得阿赵回飞烟灭 要知晓 府衙后院厢房里的阿赵 尽管侥幸吃了解药 至今还躺在榻上 今夏见夫君迟疑 伸手钻紧路易胸前衣襟 祈求道 大人 如果不是阿赵 我 我此刻绝对不会在这底窖中 等你来救我 大人 求求你了 我不想咱们夫妇做忘恩赋义之人 说着 今夏竟然猴头耿住 两行热泪从他眼眶中流出 阿赵身受重伤 早就奄奄一息 刚刚他用尽最后的内力打出那枚飞镖 如今游进灯窟一般 死亡渐渐向他笼罩过来 好 我救他 路易一向宠爱今夏 怎么舍得让他上心 大事 得先将你救出去 谢谢大人 今夏靠在路易肩头 慢慢失去了意识 路易抱着今夏来到地窖口下 却看见有根绳子早已垂下来 心中一喜 谢霄这丝 何时变得如此聪明了 路易 路易用绳子捆住今夏腰 然后轻轻唤醒夫人 今夏 你再坚持片刻 让谢霄用绳子拉你上去 地窖口太小了 只能容拿一个人 谢圆圆也来了 今夏唇角浮现微笑 一张灵动的脸庞犹如生夏荷花 只是太过苍白 片刻之后 今夏终于再次见到谢霄 不禁感激道 谢圆圆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圆大虾 你太客气了 谢霄解下他身上绳子 正欲扔一旁 今夏靠在墙边 虚弱道 你将绳子一端抛下去 还有个人需要就上来 还有谁 谢霄心中好奇 手上动作却很麻利 绳子沿地窖口垂下之后 过了一会儿 阿赵一张毫无血色的脸 呈现在谢霄面前 阿赵 谢霄粗鲁地将他放在地上 幸灾乐祸道 赵公子 原来你也有今天 武功高强的路易 施展轻功 如飞烟般从地窖口腾空而出 稳稳落在地上 打断了谢霄的花 阿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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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